波兰在15号举行冷战结束后 最大规模阅兵 现场亮相 美国爱布兰战车 德国暴使坦克 还有爱国者防空系统等 西方先进武器 波兰越来越担心 俄乌战争会打到家门口 毕竟先前瓦格纳佣兵 转移到白俄训练 也对波兰虎视眈眈 但俄罗斯行径还是很嚣张 周二又锁定乌克兰西部大臣 利维夫猛虹 摧毁了好几栋建筑 还有一间幼稚园 现场亮车 20公尺宽的弹坑 俄罗斯不会研究 是要呛下北约 俄罗斯防长 萨伊古还很酸 西方武器根本不如俄军 他也评估乌军其实快要耗尽军事资源 只是他话才说完 乌克兰防长就公布捷报 表示乌军又解放盾内刺客的一个村庄 持续在东部战线推进中 烈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